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做羊架不是什么高难度的菜式 只不过是没想过在家里也可以做得到 而且一点也不难 买到回来的羊架之后 我们还可以拿来腌 我们可以加一些蒜盐 和一些你喜欢的香草 之后就可以加一些黑胡椒 把它搓匀 记住,两边都要腌的 之后反转 虽然后面是骨,但一样都要腌 一样加一些黑胡椒 蒜盐 和香草 记住,哪边都不要放过 一定要搓匀 搓匀之后就可以加一些柠檬汁上去 两边都要 再轻轻搓匀 搓匀 然后腌一个小时就可以放入光波露 首先把低架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把羊架放进去 记住,要骨头向上 放入光波露 然后把温度调到温度 时间就是30分钟 然后按开始 烧了20分钟之后 就可以把它反转 再烧10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复材 轻而易举就可以煮出这个羊甲 这个好帮手是不是好介绍先 对你应该没难度了 好